民调大概有五成二的民众都反对江城水扁交保 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回到宝莱的住处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昨天从台北看守所到台北地方法院的时候 旁边只有一个人 就是跟他一起住在台北看守所的随护陪着他 但是从台北地方法院出来之后 所有的特勤为安的任务也就重新启动了 而且不但随护一勇而上 看到还有警车帮他开到回家 那么今天上午在宝莱的豪宅外面 也看到警察加强来回的巡逻 同时在三审定宴之前 陈水扁都可以依法享受礼遇 明年照样可以领1125万多块的礼遇经费 今年还有50万的年终 陈水扁结束32天积压后 宝莱又难得恢复警察来回穿梭巡逻 其实陈水扁的安全维护 从被获得释放后就重新启动 凌晨一点多 法官裁定陈水扁获释后 国安人员陪他走下阶梯 陈水扁在返回住家的路上 官局早就准备好维安 可以看到大批国安人员帮陈水扁开刀 比之前陈水扁遭收押时 国安局认为在看守所内没有安全问题 全数撤退 现在恢复自由身后 现任总统的维安可不能马虎 国安局再度出动 其实依据现任总统领域条例 现在陈水扁每月可领25万 第一年领800万事务费 每年逐步递减100万 到第5年 还有8到12名的国安随护帮忙维安 除非患了内乱外患 以及贪污至罪判刑之后 领域才会停止 所以陈水扁虽然遭到起诉 但还没判刑前 陈水扁如果要再次爬爬灶 国安局还是要维护陈水扁的安全 中心我们白建华 林正野 李嘉元 台北参谋部门